回來第二節 升旗易得道 那麼 這個我們那個定義人數31400多 那麼 快要破恆子的高位 近期高位 恆子昨天跌了高位 今天下來了 那麼 我們其實呢 節目呢 很多人說我們的節目 很貼地 因為剛才呢 我們看到兩位網友 這兩位網友其實就是 找我們 他們聽到我們那個 當時的呼籲 想找一些人搞派飯 他們也有來找我們談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案給我們 但是呢 他們是有 比較特別的 他們那個餐廳 因為呢 原來他們呢 是做一個叫做清真食物 那麼 他們本身呢 都是可能是回民啦 都是伊斯蘭教啦 但是呢 他們就說呢 他們以前曾經在香港呢 都做過一輪 那麼後來 因為某些原因呢 就沒有再做 那麼因為 他們那區是九龍城 那麼業主重建 基本上都不會租給他們 給多少錢都不會租 因為他們要拆樓嘛 那麼他們呢 曾經都做到幾出名下的 即是賣牛肉餅那些 那麼他們 因為呢 我們大家坐下來談的時候呢 發覺理念普相近 因為他們呢 其實他們Focus 都是在那個基層那裏 希望呢 做的那些價錢呢 大部分人都可以吃得到 不想說 因為他們之前有間上市公司找他們談 就要做300元以上 最少一個頭 那麼他們說呢 都是偏貴的 因為呢 那不是我們想做的 當然啦 我們派飯 我們不能派300元 也不可能我們做300元的頭的生意 然後呢 煮一些菜出來派給人 也不是很合邏輯 所以呢 大家當時談起來呢 他們就說 因為他們 針對那個客戶群呢 可能 比如說香港那個回教徒 可能那個收入也不是很高的那一群 所以他們認為呢 他們也要照顧那些基層的人 加上呢 他們也有一個理念 就是 可能將 將 賺到錢的某個那個收益呢 撥出來 派飯做辭職 因為他們搞他們自己也有些 宗教的原因 是的 宗教的原因很大機會就是 因為香港呢 你如果要 找一些清真食品的地方 很難找 很少 最出名的在港島就是清真惠記啦 即是在鵝頸橋街市上面吃咖喱羊 這檔是很有名的 據說也賺了很多錢 他們也不用賣很多的 只是買生飯 清真 他們買咖喱牛 咖喱羊 咖喱雞 然後就賣了燒鴨 還有那些 蝦子有皮 只有五款而已 沒有其他東西 還有蘿蔔呀 香港的伊斯蘭教訓 其實很多 但是你符合到他們的教義 要求 的食物呢 就是很多都不行 所以 他們要找食就很辛苦了 他們真的要找食 因為他們說他們連買麵包都不行 因為麵包全部的麵粉都用豬油拆的 所以香港的麵包店的麵包他們全部都不能吃 變了 很多情況他們 只能在家裡自己煮 買很多東西回來自己煮 是不可能在外面買到的 所以他們跟我們說 研究那個商機 我們覺得其實也挺好的 因為剛才我跟Johnny一起跟他聊 大家聊了 一個小時左右 覺得他那幾個理念是可以搞的 也跟我們的理念很相近 除了宗教原因不同之外 其他呢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 接下來我們再詳細談一下細節 可能第一間店舖的選址會在港島區 遲些 如果做得好的 就會在九龍區開賣 但是 派飯方面 因為他們做的食物都是比較基層的 基本上 可以是 同一樣 店舖裡面賣的東西就拿出去派 就已經可以了 不用另外煮的 所以意思是我們賣什麼我們派什麼 到時就 變得比較一致一點 所以就沒有理由做得太過高級的 我們就 原本想的東西就不一樣了 變得那些東西是不適合拿去做的 所以我們也是想做一些基層的東西 這個其實我們一直都想做的 大家都聽我們說了很久了 所以我們今天是想 就著剛才馬時康這條粉腸 還有一大堆高官 還有那麼多青年問題 我們想一次過 深入一些專題 因為我們上一集 這也是經濟問題來的 可能你不是青少年啦 但其實你也應該要聽 我覺得 是值得研究的 整個社會大家 到最終你欺負那些年輕人 他們找不到東西做 或者他們 很多社會炸彈 受害一定是大家的 全香港一起賣單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要說回你呢 如果你說現在的青少問題 很多時候要追溯在八九十年代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香港經濟起飛 其實都是淘汰了一班人 因為 當時已經有很多工業 不移 有很多行業 消失的了 或者是失眠的 那些行業 有些人搬了上大陸 因為以前 有很多廠在香港 都搬走了 廠搬了上大陸 也有很多香港的人 要回大陸工作 本身呢 香港女生 當時的條件會比較高 所以香港難娶老婆 做了一班香港人 回大陸娶老婆 在大陸娶老婆 自然會生兒子的 那些子女 很多時候 其實就是當年 董建華說的168萬 那個問題 就是 港人在大陸的 分生子女 都說有百多萬的話 這個就是社會問題 那個數字是稍微流的 當然是流的 董建華說出來是恐嚇人的 葉劉 葉劉廣 他們都是這班傭家產 創謊出來騙人 168萬 葉劉其實 我先插開一會 葉劉其實是一個 建制本土派 他打了很多次議題 都是打這些議題的 他專打 外來人 我們要反對他 菲庸他又打 國內人他又打 大家翻查紀錄 不要誣他 當年他就是打著這個旗號 應該什麼會獲得這些選票 應該獲得支持 青年新政啊 本民前啊 葉劉應該跟葉劉 應該聊聊合組 叫新民前 新年 不是新民清正 是不是新民前 不錯 沒用 現在只是他們 本土派那班人 新民清正 放他們在房間 不打架 已經是奇蹟 我不會啊 我告訴你 他們 他們很溫和的 你知道嗎 他們在網上是兇狠的 一看到現實 很兇狠 不是很溫和的 比我更溫和 我告訴你 差遠了 差遠了 我們說回社會問題 所以 當時一大群香港人 回大陸娶老婆之後 就變了 現在的 那班人 下來了香港 長達成人 他們八九十年 就在大陸娶老婆 九十年就出生 那班人 全部都是二十多歲 還有不是只有九十年代 是九十年代回歸之後 很多人都是回大陸工作 因為香港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少 也有一班人是因為 大陸可能剛剛經濟起飛 他沒有那麼多人才 他在香港級的 比大陸的工資高 比大陸的更高 跟香港的經濟轉型 當然啦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工業沒有了 當你經常數 香港還有什麼產業 現在只剩下金融地產 什麼靠差事都沒有 當年曾蔡英權的 六大慘業 六大慘業 沒有了 六大全家產業 這個問題是真的 其實當時政府已經知道 已經看到了 變成了你沒有 你沒有東西做 你不知道在香港做什麼 所以 現在催生了很多社會問題 其實是由八九十年代一直拖延到現在 現在最大的問題 當然是 樓價問題 因為 八九十年代 其實你看回八幾年的舊新聞 李永達當時已經出來說 抗議樓價過高了 很久了 其實很久了 你看回頭那時候真的很便宜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九三年之前 公樓買樓是一成首期的 你的層樓 城市花園八十五萬 拿八雞半出來就做首期了 聽到現在流口水 現在廁所都不行了 八十五萬是不是 八十五萬 首期都不行了 首期當然不行了 你們弄錯了 是車位的首期也不夠 現在六百萬的車位 首期也要三百萬 才是五成而已 你想想現在很誇張 當然這個問題 是一個綜合性的 不只是單方面出問題 是很多環資出了問題 才造就香港今時今日 其實樓價也是 我說過很多次 香港的樓價為什麼會升得那麼厲害 當然是因為08年金融海嘯爆發 但是 這個可能要另外找一節出來說 因為我們今節 想集中 這幾個問題是緊扣著的 會一直說的 因為青少年的問題 到了現在真的很嚴重 因為這幾年 近這十年 大部分年青人 尤其是一畢業出來 他們會覺得沒有希望 未畢業已經說沒有希望 未畢業也會覺得沒有希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問一些師兄 十年前的師兄畢業是 12000元 沒有那麼多 11000元 九千多 接著呢 他們是很嚴重的 他們再出去打 十年後的今天 真的差不多 出到來打工也是這麼多的 我當年畢業的時候 跟現在差不多 畢業的那些 好像說過中位數 是多了兩舊水 是多了兩舊水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呢 這十幾年的兩舊水 是什麼一回事 是一個大幅貶值的兩舊水 我也跟大家說過 1997年 大家樂的粟米肉粒飯 是買18.5元 當時加汽水 好像是加1元還是2元 你在大家樂 拿著兩條草 可以吃到飯 以前真的拿著20元 吃飯的嘛 現在你真是想都不要想了 現在拿著50元也沒有 現在20元 買杯凍飲也不夠錢 24元杯嘛 茶山清凍飲也不夠的 茶山清還有24元杯 你怎麼能夠相信呢 老實說 我想問一下大家 我覺得樓價不合理 當你 以前買了幾元杯凍檸茶 現在 茶餐廳喝凍檸茶有24元 你覺得是不是合理 一瘋一樣 什麼都貴了 是不是呀 你講了一句 錢一定不會不值錢 因為當他狂印錢的時候 因為他有無限的金錢出來 他會印出來的嘛 無限的金錢出來 他會找東西買 因為錢太多 通街都是錢的嘛 那我們 回到青少年的問題 最近 有一個 我們上一集說了30歲的年青人 我們都很同情他 我們都很慘 我們有很多人在討論 我看到 我們有很多人在討論 初初我們說的就好像不是很多人在討論 但後來就越來越多人留意了 因為 其實這個社會 發展到 今天這個地步 其實 整個社會 都很大問題發生了 因為香港其實從來都是一個急功近利的社會 不是現在的啦 90年代 我那時候 我讀不成書啦 中文畢業出來啦 一出來畢業 當然我自己有事搞啦 所以都沒有心機讀書的啦 但是出來呢 我問回同學 很多同學都是 沒有方向 完全沒有方向 做什麼好呢 賺得最多錢的那個 當債 因為 當的20年差現在是三雞多東西啦 但是呢 如果不是當差 有些同學很慘的 到現在都是賺一萬多個月的 因為你如果是低技術 你的工種是被人容易取代的 工作方面就是 你每一個工作 當你的職位太容易被人取代的時候 你就沒有barketing power 雇主一定是向你開刀的 是不是 但是有一點 洗碗很難取代的 連大學講師都說要求職 這件事Johnny你一直說說 好像是你也有朋友 好像是你也有朋友 我沒有這個朋友 不是 我說見到 不是 我知道 高學力找工作做是很困難的 的確 我又倒過來說 我認識很多人 賺到錢 是讀不成書的 我坐在我旁邊的見面也是啦 我認識很多老闆 我認識很多老闆 很多老闆都沒有怎麼讀書 反而我們 有比較高學力的人 就不上不下 當然跟基層比 其實也可能收入很可 但我經常都說你讀得成書你不想要發達 你讀得成書你不能發達的 你也是回去打工的 因為你的薪金很高的 你放不下 所以呢 發達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讀不成書 也很難的 或者另外一種 就是 明明自己讀得成書的 就不去讀 Bill基那一隻 其實他也有機會讀的 其實他也是沒有心思讀的 他也是想賺錢 搞其他東西 其實我是的 很有idea 我中四那年 我已經絕學了 我已經放棄了 我真的 當時 在腦袋想 去哪裏做生意 去哪裏做些事 真的 整個腦完全 你計算全部都不行 但只剩下或然率 也犯好了 總之整個腦都在想 怎樣做生意 我也沒有心思讀書 不過真的想想一下 你講這些說話 好像是說風涼話 你大壯來的 不是呀 你讀一下 你想到一個問題 你不讀可能是很麻煩的 你只顧著讀 只是教功課而已 做大做也是被迫的 當然啦 說得很風涼的說話 很多同學都沒有心思讀書 玩得很興奮 很涼薄 你不是涼薄啊 搞清楚問題 我真的要跟你討論 現在 拿出來辯論 我不介意跟你辯論 不是跟他講笑 被迫成為大壯 我們說回這個大學講師 這個是兼職講師 不是 分開 還有很多人讀書 可能就讀研究生 做研究 寫論文 讀博士那些 起碼在我眼中那些人 才叫讀書人 我這些不是的 我這些是職業訓練局 那些是職業訓練局 那是VTC來的 是啊 當然啦 會計師不是VTC 是甚麼 VTC有讀的會計 差不多啦 我們看到 剛剛 剛剛前兩天的新 好像是 類似專題報導 就有個大學的 那些兼職講師 兼職講師 因為不夠 可能大學不夠工作給他做 你知道很多的嘛 很多大學的兼職講師 其實可能 一個月都是找 萬聳一些 甚至乎沒有的 因為你的課 少的就沒有 沒得教 或者那個科比的欄 也沒有人加入的 那就少了 那麽所以呢 港師為了出去找工作呢 兼職又要找洗碗 我可以告訴大家 洗碗很難取代 因為是太辛苦 你 試一下同一天 一個小時裏面 用洗碗工的角度 蹲在那裏 不用你洗 你已經受不了一個小時 如果你要繼續洗碗的話 每個碗要擠 要坐 大熱天時 你以為可以用冷氣給你洗嗎 在喉蘭那裏 喉蘭又有老鼠 蟑螂 可能蛇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一定很熱 蛇就誇張了 但是一定很熱 又熱 店頭有蛇 又有蛇王力 蛇王力 蛇王力就有蛇 翻臉 但不會有蛇到處走 很難說的人放蛇嘛 蛇王力其實是 洗碗這個工作 是很難取代的 現在外面呢 我告訴你 你如果是洗碗 你是專業人士來的 因為不是那麼容易請的 你知不知道有一間酒樓 他們長期請不到洗碗 因為出到18000元一個月 當時 18000元一個月請不到洗碗 因為他們酒樓 你也知道好生意 洗碗呢 是一個很辛苦的工種 所以請不到人 請不到人 沒有人肯做的 所以當時的經理 你知不知道 他們整個酒樓的經理 每個都要輪流去洗 因為請不到人洗碗 那個鳳公的部長 脫了衣服就去洗碗了 洗完才好走 洗了兩個小時 每人輪流去洗 你想想 很麻煩 因為請不到人 所以這位 叫做大學 講師 去洗碗 我覺得 可能是大財少用 但是 當他體驗過之後 他會知道 洗碗這些工作 不是一般大學講師做得到的 一般人做得到的 很多人都做得到的 我們不太明白 他為什麼會去應徵 這份工作 他不是應徵 他只是問一下 但是 別人回答他的答案 很明顯 你可以推測他 跟別人說什麼 別人說你讀那麼多書 你不要來搞 你不要來玩東西啊 別人會覺得你是玩東西的嘛 所以我的疑問是 你建這些工作 你不是真的打個CV 寫著自己大學講師 中文大學 你明明那個問題在哪 你去建這份工作 我其實覺得不是一個大問題 你想賺錢 你做part time就去 麥當勞 但是為什麼別人去建工 你去建工 為什麼你會看到 別人叫你那麼高學歷 你不要來 問題就是你去建這份工作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讓人知道 你這個學歷 你想做你就做 你就告訴別人 你有多少洗碗的經驗 你有個大學學位 甚至乎是博士 跟這個工作有什麼關係 我想到 他一定是沒有相關經驗 你懂得做什麼 我很聰明 我懂得教大學 你沒有相關經驗 原來在家裡也不會洗碗 因為你沒有經驗 所以說 你沒有經驗 怎麼聘請你 你懂得做什麼 我懂得教書 我又想罵他 我們只會覺得 很好奇 不要弄得好像變成批鬥 人急置身 你明白嗎 你當被人逼到上涼山的時候 頭腦自然反射 人家一定會問你 你什麼經驗都好 你不需要洗碗 他真的沒有想清楚 就去問 所以我覺得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標題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其實要繼續討論 下一節晚上再談 我告訴你 我決定 你什麼樣子 你什麼樣子 ON